好 来到这些大把戏 2001年5月6日开画的那些 不严重 很多戏 很多 最美丽的一货 是啊 很喜欢这个的 看那个广告看了很多 最美丽的一货 他跟一个啤酒卖广告的嘛 广告很好看的嘛 拍得 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 但是他跟《少年的利》有没有一些关系 有啊 大家都是电影 最重要的是 讲学校 讲学校就很清楚了 Lesson 今天讲这个波斯物语也是Lesson 今天好像有很多上堂戏的 这个星期 我只是看了这两出而已 好 两套 奥斯卡最佳俄语片 最美丽的一货 Another Runner 其实有很多个名字 是电影 原本的名字叫Drunk D-R-U-K 没有一个N字 这个也要特别提醒 我们之前也有讲过这部电影 突然间就说 演员Math 他一看资料 说女儿出了事 原来就正式 不是演员 是导演 大家都知道了 那就要更正 还有这部电影 如果你知道这个资料的话 你可能会对这部电影有另一个看法 你知道吗 就是导演的女儿四天开拍之前死了 四天之前 不是拍到第四天 是四天之前 开拍的第四天 开拍之前的四天 它就像我们上一次讲正义联盟 就是导演出了事 女儿 我看这些资料就是说他拍到第四天 出事 第四天 但是我看另外一些资料 就是之前的资料 不是他这部电影 就是说开拍之前四天 即是未开镜的 即是未开机之前四天 这个是 这个网络的 我们再追查一下 再追查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 如果你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那个也挺关键的 影响过拍法 好 接着另一部 柏林影展特别放映 波斯物语 你给大家看 我觉得他没有些入围 奥斯卡 都有一点可惜的 他好像是apply了 到最后 不知道为什么disqualify他 真的不知道 那你问陶杰 陶杰会独毒的 独毒的 独毒而已 独毒 他不是申请子男 你可以问他 他不是申请子男 你问他 你问他 他都 是什么 他最多回答你是什么 不用问 OK 陶杰就有 星期六有一个 独毒牆 我也很想去 我也很想去 就算我不看一部电影 也想听他说 你还没看的 没看过 好 接着 说完喝酒 不如说说吃东西吧 奇迹之烧肉店 奇迹之 或是 罗 这个 这个《紫门尖亡》 我们应该都熟 是那些 喜剧演员 说他首度拍的 都是 初初觉得一般 就这样看 小看是可以的 一会儿说 有些大人幕看见肉 都很开心 尤其是 你看肉 我看 我看 你看妈妈 我看 土屋太冯 太冯就可以了 好 接着有一套 就是之前《Wonderland》 那个 是啊 是啊 是 他确认的 不过是他来的吗 是 我看的时候不过 那这套应该前个拍《Wonderland》 是 但我们看的时候 是《Wonderland》之前看的 是 好 接着有一套叫《灭我者》 是 《灭我者》 Andrea Jolin 是啊 不做黑魔后 做女消防员 是 很政治正确 什么消防员都要做女队长 是 还有这部电影 就是跟我们之前 你也有提出的一部电影 接近你看了没有 这部电影 哪部 《灭我者》 未来一会儿提醒你 哪一部电影 那部电影 讲了一部电影 台湾片 《跟你老婆去旅行》 那个名字真的改得真 哈哈 看了没有 看了 看了 比悲伤更悲伤的导演身作 当然要看 上次那么厉害 整个亚洲那么修得 真的 我看到真的哭得很厉害 有些观众 这场的年轻人的反应 也是超级的 一会儿讲一下反应 我真的觉得 真的有代溝 哦 没什么反应 他们真的有笑又哭 这部电影 结婚后就比悲伤更悲伤 他未必是 你不是这样的意思 他未必是代溝 可能是技巧 用的字眼和一些情节 对 现在你要看到 对症 对症下戏 好 跟你老婆去旅行 名字一流 好 接着有一部南韩电影 《梦险》 《梦险》 《Diva》 《Diva》的名字都好 反正英文名字好 《Diva》也是天后的意思 其实都觉得很好 中文《梦险》都觉得好的 因为如果你知道这部是黑天鹅 黑天鹅 对黑天鹅 两个黑天鹅的戏 这部是南韩电影 也是適合你看的 为什么南韩电影適合我看 怪我什么事 他有很多南韩的影响 都做得很厉害的 南韩美女 適合你看 还有近奥运 他的电影是讲运动片 奥运电影 奥运电影 好 接着有一部 国内电影 叫秘密访客 陈正道 国库城 我们熟悉的是 台湾寻眠大师 催眠大师 就已经不成功了 现在这部 都是跟催眠大师 一样入到教材的电影 还有 为什么刚才也跟他说 他说 他里面很多的景 都是在南韩拍摄的 即是现在这部 是秘密访客 是吗 因为他想找南韩的电影 你看了没有 我还没看 我想看这部 你看的原因是因为郭库城 因为催眠大师 因为催眠大师 那我要跟你讲一讲 是呀 你说催眠大师不行 我觉得OK 我说不行 那是已经做了教材 在学校里面 不知道问内地的学生 因为他们会觉得这部很好 问完之后 就问其中一个问题 每个人立即出不了声 这部也有的 好 那说完 好了 来啦 七套说完了 好 那你安排吧 没所谓 就是最美的一货 最美的一货 最美的一货 多了个例子 这个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 你先说吧 我先说 我觉得 查看导演 之前是毛莽 毛莽很棒 其实原来是Dogma 95发起人之日 你是不是Dogma 95记不记得 不记得 不记得 1995年有一帮欧洲电影人 主要是不欧电影人 发起一个运动 就是说 他要 超写实 超写实 或者设计一些界条 拍起的时候 要怎么样怎么样 最好不要用水 要写实 要用真实的光源 要里面不要一些科幻的情节 设计了实的的 这帮年轻人 经过了二十多年 二十三年之后 就开始叫做收成期 一入了千禧之后 就各个都立刻 刚才说说不行的 就什么不行 前两年 Square 方寸见人心 又拿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很好的感觉 这套最美的一货 这位导演 除了毛莽之外 他也是发而欺人之下 我觉得这套 他没有打正拳 我说自己叫Dogma 但我也觉得有七成地方八成地方 都是叫Dogma 有个精神在那里 有个精神在那里 我觉得是叫Dogma的收成期 我自己觉得 这部字是收成期 是不是 不是圣上印的那个 我自己觉得就是说 看这套 我自己觉得就是说 我挺喜欢他实的的拍法 实的的拍法 就是说一帮钟佬 就是说自己设计的一个 叫入计划 喝酒 微醉的计划 怎知道就喝一下 越喝越多 变得出事 最好笑就是这帮钟佬 全部都是做教师 都挺踩界的 我自己觉得 在学校里面 教师 原来四个老师 都是聚走老的 原本不是的 就是在他女儿的学校里面 而且是他女儿的同学 好笑 我后来看一些资料 他原本是想见一个女儿做的 那女儿是做的 他本来是一个子一个女儿 但现在就变了两个儿子 因为那个女儿就 就是之前四天就 是 所以我也是看完之后 事后找资料一次 完整她的那个 原来有这种 就是有这种她派的时候的那个 就是预见那些什么 所以她决定去拍 用了这种手法 所以她拿到国际电影最佳 那话说小奇 大家都觉得她这个手法 是好像一个疗愿 治疗自己的方式 那说回那部电影 那我觉得男主角非常之好 实到害怕 实到害怕 实到害怕的意思是如何 实到害怕 我其实是那个 那个年龄 那是年龄 我小时候都想着 我身边有几个朋友 他看完一定不同 就是父亲的世界 我就是不喜欢喝酒的 但是我会喝酒 但是我不是那种 就是在家里 例如开酒喝 例如你出去应酬 一大班人 我是会喝的 我就不喜欢喝酒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看完 我也有同感 因为我也有同年龄的朋友 那种人生经历 那种人生经历 大部分都很喜欢喝酒 就是她说 哎 做人 都是一个很辛苦的 活着 都挺辛苦的 那久不久呢 没那么清醒 但求一醉 其实都是挺开心的 但求一醉 但求一醉 是挺开心的 他们是要喝到瘟 他是人生失意也尽欢 就算他有些很成功 就会着就是家念话 这个我就给他们一句 都是成功的 但他们都很喜欢喝酒 他们很享受 他里面讲的那种 有微醉 那种感觉 那种故事有点不同 因为你会看到 他开始 因为他导师的关系 他们是逼酒不沾的 就是他们需要这样做 但后来就一个 他当作是一个课程 一个课程 其实他的课程 不是给那些学生去自己 这四个人 因为他都见到那些学生 就整天毕业的时候 就是已经瘋了 喪失 他就问过那些学生 那些学生基本上 哇 走鬼 已经读书的时候 已经走鬼了 他将他自己这个课程 整个课程 四个人 慢慢慢慢升级 教徒是没有喝酒的呢 平时 我少喝 但都在某个情况之下 都是好像基督华那样 有功能性 有一个不同 因为我喝啤酒不行的 会喝很多骨痛的 那晚你有没有喝到 那晚你有没有喝到 有啦 你的酒这么正 不走的嘛 是啊 我就是不知道你那晚有没有喝到 红酒热血的 OK 我是喜欢的 读书的时候喝的 好像大学生那样 譬如晚上 晚上吹水 我没有的 我读书的时候没有喝酒 我们那个阶段呢 看到人喝 我才知道 其实我也挺怕喝酒 我刚刚回来香港的时候 我上北京做事 那些人喝那些二窝头 五十几度 功能性喝酒 但是真的一喝 我就八点钟 七点多 我就断片了 那我不敢喝 事实上 他这个题材 我相信是世界问题 很多学生 求学时期都已经喝酒了 我昨天也说 我昨天在七十一那里 就看到一群小孩 应该是 那些美专的小孩 有五六个出来 在那儿等着 等着 就有一个人 就过了十八岁 拿过新闻证 在七十一买酒喝 嗯 那已经成狼在那儿 所以这个喝酒现象 我想是 不,我觉得他十多害怕就是 他对着老婆 对着家庭 对着自己的工作 嗯 就是都要弹求一醉 那样东西 我觉得真是实际 就是有时 不是说不如意 但是你有时 怎样都是想 避一避 就是靠酒精去避开 就是不是说 什么借酒销售 不是那样东西 他没有问题 有份固定的工作 有老婆 有两个儿子 很开心的 但是问题就是 我明白这种心态 就是你也想避避 就是回到家 老婆 哈哈哈哈 他也抓到这件事 就是抓得很好 是啊 就是实际 就是实际 中年男性的 中年危机 我觉得他去到 因为他分了几个阶段 去喝酒 这个实验 这样的几个阶段 去到第三个阶段 我想大家最感触的就是 你会觉得他不是在拍戏 是 就是这个 就是因为 善女之痛 有时候看这一类电影 例如《40岁主男》 例如《欧洲》 那些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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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一个美国人的世界 就是越喝越愁 不是 阿里白就不是 有些人是 但他現在不是在喝苦酒 他們是開心的時候 他是喝開心的酒 所以我覺得他這隻中年危機 是比較近似我們的生活 就是我們東方人 亞洲人的生活 多一點 另外我很喜歡那個攝影的拍法 你說很實的的那些東西 其實他很漂亮 還有他突然有一段 變成紀錄片 那個人 好笑 還有他最後跳舞 跳舞是神來之筆 最後那場戲是 真的要比最佳演出 沒有導致 對 這個就是Max 他說原來他練了幾天 他不是練了很久 他本身自己的骨架夠緊 他練了四天 最重要是你覺得他 你不會跳的 你不會跳的 想起真的跳的那一刻 你會覺得 無論他的處理 你好像很順其自然 喝醉了我便跳舞給你看 你喜歡看我怎麼跳舞 就跳給你看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 感覺就是 真的好像醉酒佬 他的演出 真的無法彈 最後那個鏡頭 大家一定要向人家看 那個鏡頭是鏡頭不得了的 你信不信 他說他們拍這部戲的時候 一開機的時候 全部人都沒有喝酒 你信不信 我就不信 開始就是 最初的時候 即是他拍整部戲 很難講 開機 他們是沒有人喝過酒的 包括台前和幕後 我就一般相信 老實說 我就不信 你喝完回來再演出更好 即進入狀態 他這樣說 但我又不信 去看《男主角》 你信不信 就看《男主角》 他幾場真的很棒 跳舞真的很精彩 他駕車 知道那個壞消息之後 含著拋眼淚那一場 也是厲害 即是他那種演出 是真的 可以說是國際頂級 他不單止說人生那件事 因為我覺得他這部戲 跟一部 你記得之前 一部 法國片 叫《Class》 學校風雲 即是他專門通過的 就是討論的語言分別 跟你剛才說的 世界代的不同 學校風雲就是 找非職業演員做的 這些學生全部 都好像一部學生一樣 我又找回2004 有套 Oscar 題名叫做《つぎ久人日記》 而且題為一個愛喝酒治癒的旅程 你adia 是美國人各角度 是呀 我推不進去 の了 這個版我完全拍了 你是很會想制點美國人 都是會推但你能夠去代入 你會不會感覺心裡面挺有趣 你不會覺得自己是像這樣的 你落看這部版面你會覺得 一會有同感 蜜蜜蜜蜜蜜蜜是第二男主角 Nikolas 那個世界 那個人忘了 他生日是他提出的 有5%就足夠了 喝酒可以行血 我們是人 半醉人生 其實他裏面說的5% 他好像吹著波仔 不會的 你喝酒我開心可以喝一杯 開心可以喝多一杯 不過他最吸引的就是 那幾位哲學家 尤其是齊克果 是很激烈的 還有一些年輕人的嘔吐 都喝過酒了 喝杯幾桃 然後你嚇了一點 你不是拿過樓灘嗎 你會這樣 怎會喝到剛剛好 為何會上癮 你不要問我 因為我從小到大 我經常都有喝酒 你自己家裡都會喝酒 有的 梅酒 尤其是梅酒 日本那些 我也有喝過 很好喝的 不過 是沒有醉過的 否則我沒有醉過 但酒的味道有些是難忘的 啤酒就叫雙骨 啤酒沒有那麼多 我最近也喝日本酒 所以我覺得這部電影是 拿到最佳角度 總之我自己在家裡 無論如何都不會喝酒 到目前來說 比較不多 我只看了說明的理 是他拿的 不過其他三部 香港沒什麼消息 因為他講 尤其是學校和電影 你呢 的確你會看到 是一個突破 你看到他的拍法 因為譬如好像這些 面對一些導演 或者那些重要人 面對這些人生 譬如黑鎮人都有的 他拍的時候 黑鎮人 他說他太太死了 那些時間 他都 我繼續要拍戲 我不管那麼多 正義聯盟那個也是 因為女兒死了 她是接受不了 她要被迫來去退出 但是Netflix那個版本 他要有些修補 作為一個導演 其實我覺得最感觸是這件事 幾個這些 這個你會看到 他就有一種 好像剛剛 你所說的 那個Dogma的態度 我要面對這件事 我要把這件事 放在電影那裏 放在他的創作那裏 你說拍部這樣的戲 都幾無謂 是啊 真的 要拿担量的 講喝酒吧 聽下去 其實他的故事 他沒有什麼故事 他全部都是一些 好講好生活 好生活 好講人生 你問我 那個故事講什麼 他踩界架 不是說四個教師在那裏 分分鐘就是 你教壞人的電影 你想想 那就講完了 你是老師 但是你看下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 你真的會進去這件事 然後你又會想想自己的事 他會令你去想 是一個高手在那裏 真的高手 這些真是高手 再講多一句 我看的時候 在想 如果不日成婚 又是講幾個男人 醫衣戒戒 如果這樣拍 有這樣的成就 可不可以去到 不日成婚這樣玩 那個是一個叫做精神態度的東西 是啊 你說不日成婚 導演也是一個新導演 他也是編劇 我也看了 我心裡也看了 我覺得他比較舊式了一些 是啊 是的 其實如果你現在拍 我覺得是要有一個 要拿回一些位置 那個位置是踩界的位置 戲劇性的踩界 這樣才可以的 因為現在我覺得 都是過於公正的 我們知道 台灣片你看 現在都是很多搞東西的東西 內地都試 什麼刺殺小說家 什麼那裏 都想找一些新的東西 還有秘密房客 都有個同性戀朋友 都是突破你 好 接著講完飲就講食好不好 好啊 好啊 奇跡之燒肉店 你不全看了 你說多一點 因為我真的沒有記憶 是啊 其實我跟Alan看 都看了一段時間 不是說 昨天看 前天看完 我們之前看了很多戲 我們看片花 都看了一段時間 我就一般記憶 所以你說那個女主角 是Wonderland的女主角 是啊 我也真的不知道 土屋太諷 但是媽咪呢 媽咪你認不認得她 我們幾個月前 我看了一段時間 媽咪就是 我最記得就是 媽咪就是游象家琪 我想說 雙生兒 游象家琪 真是要救命啊 大哥 告訴你 這部戲 你看到她 哇 露得這麼快 但有什麼所謂 因為這個導演 她要拍街坊戲 我就是給街坊的影子 你看 Rio 去街坊道 令我想起去年那套 什麼 什麼花店 哦 暖藍花店 暖藍花店 那種街坊精神 我覺得是 暖藍花店 它就是浪漫 漂亮的 很溫馨的 很棒 這個 你看到 它很入地 但是你會看到 真的 我們認識的 叫做日本街頭 那些街坊 世界來的 這個真的不能模仿 就算你想整個故事 搬來香港 或者搬去哪個國家 拍 沒有妨礙於衷精神 就是人情不同 日本人那種人情 最重要的是 對食物 對食的文化 那樣東西 這個地球 只有它 可以這樣拍到 Albert 我覺得你浪漫了 你可能看這部影片 那時候 你不敢戴眼魔鬼看 我不是啊 我們看那些 那你快點去再看一次 那些牛肉 漂亮到不得了 搞到我現在都是 戒吃牛肉 我 破戒 尤其是它那些牛肉 大家現在不吃牛肉 我不是那麼刻意 叫小吃 那樣 我不是戒 我不是戒 你真是 我看著你吃 人生得意 人生得意的時候 大家的朋友 一起去戒戒 我不是發明 Poster 它舊肉是最大的 是 你知道誰是主角 那些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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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他都提及了 日本有一種牛肉 我忘記名字 但那些叫做去世牛 即是 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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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我們覺得日本 是一個很厲害的國家 即是 那些文化 為甚麼呢 它可以將一些很便宜的東西 可以上到大桌 而你覺得很珍貴 那些牛肉 那你呢 例如它很多 那些叫甚麼名字 有些菜 那些 上個星期 韓國那套 那些蠟豆 水瓶菜 就是蠟豆 然後有一隻叫甚麼名字 山秋葵 那些 那些是一些不貴的東西 但你可以做到 它做到很好吃 而且搞得很珍貴 別人的處理 很認真處理 它的處理是 不知道怎樣做 真的很厲害 不是說吃東西 拍食東西 就不可以說 日本是特別精緻的 尤其是那些燈光的 打鬥 最重要 它不是說很 它不是 我想說一句 就是拍這套戲 食物不是為了電影而服務 是電影 刻意地 去幫這些牛肉 去服務 即是拍的時候 沒有刻意地去 slow motion 打光燈 好像國內的飲食節目 做到slow 做到很漂亮 它不是這樣的 它有一個位置 就說這肉 放在上面 我就給你一個call up 很正正中中的 讓你看 這些叫做美肉 那我燒的時候 就沒有刻意地去玩 很多slow 就告訴你 是要這樣燒 是要這樣去吃 才叫尊重這件事 而且你在大文幕看的時候 你看到 不同的燒烤法 那個牛肉 那個邊那邊 你看到 那些油怎麼出來 令到你 一邊看的時候 你會流口水 這部戲 我覺得如果我們 因為我是老 generation 不過你都應該看過 蒲公英 就是蒲公英那一段 聽蒲婆 生奇魯 那個 那一段 因為我覺得這部戲 他最好看 除了說飲食 講完東西最好之外 他說李歐帶著兒子 來做這個燒肉店的時候 他身邊有很多的建議勇為 好像那時候 蒲公英那樣 生奇魯谷 建議勇為 支持他 我想因為他都有 美女 都有發生 曾經 曾經美女 不是這個 當然可以 蒲公英都可以說這件事 食色勝也 在日本那裡說 這個就沒有碰得那麼厲害 不如他有三個 你看完之後 你覺得他跟孤獨美食家 和孤夜食堂的分別在哪裡 這個呢 我記得那時候 我看的時候 我在想些什麼 這個呢 我在找他的分別 但其實我為什麼這樣問你呢 因為我找不到 這件事呢 所以我就 就是這樣 這件事呢 我一邊看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最有趣的 就是裡面很多人 都叫義氣子女 那個總編輯 你孤夜食堂都有的 不夠這個義氣的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孤夜食堂那種是街坊之間 而是 這個是同行之間的 同行之間 這個其實是 跟著 可能 遲些都會做 像草食男的那些世界 即他告訴你 寫文的那些人 那時候 這條小子 他寫 寫 食評是可以的 但是他沒得做 因為那些性格問題 我找回他回來 找一條女兒 跟你一起去什麼 那裡 都是越老來的 他叫 靖香呢 他叫他看著他 然後 來 義氣的 跟著呢 他講那個就是 原來他那個 媽媽的那些 食的那個方式 那三個男人 這三個人 是不是都是 義氣子女 就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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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不同是這個 就算他對家那個食評人 也不是說 陰暗險險 治理豬死地 是叫困 我跟你對面 他就講 你講這間店 不好吃 你講給我聽 我即時跟你一個 叫做對決 但不是叫很陰濕 這個叫擂台上 是公平競爭 你想寫得好過我 你跟那些風格都不同 你怎樣好過我 這個寫得很好 他裡面 這種狹義精神 是 跟那個深夜食堂 有不同 深夜食堂那個 是光滑化了的 那裡是漂亮 即是夢幻了的 但是這個 就顏兜兜 就落落地 而是你會看到 我們在日本 街坊食堂 進去講的時候 是有這些人 現在 還有你要看到 林朱國 我覺得他寫得最好 他是壞兒子 基本上 不能原諒 因為他在外國他媽媽 那一刻其實是很激 不要說那個直接 因為他都爆出來 嘩 你是壞兒子 可能會死人 是啊 你是壞兒子 即是在街坊那裡 為何還看著你呢 不想你再壞下去 嗯 我覺得這部戲 看完之後 因為導演 他原本我們都認識他 他是演員 但是他這次 不知為何他要拍這部戲 不知道什麼 但是呢 大家看吧 你會感到那種味道 尤其是那些 閹牛啊 去上牛呢 真是很想去吃之餘 千萬不要一出節目就走 嗯 最後還有一味道 那給大家了 你當然走了 嗯 你說得很對 因為我那時候是問 我不知道是問你 還是問另外那位朋友 還有問題 還有 說起來 留意一些配樂 嗯 配樂很精彩 就是那些祭祭樂 那些 日本那些 八月祭那些 加上Rat 和Jazz 搭著的 嘩 嘩 簡直輕鬆 那種節奏感 因為他本身是搞喜劇 還有他們的模式就是 玩節奏模式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有時候 拿這些鏡頭回來看 看完之後 我們最後還是沒有興趣 但是沒有興趣 並不代表這部電影不好看 是啊 只是覺得 有某一些理由 所以 沒有進行 你可以說 我常常看《吹樓》的時候 都白開水 行不行啊 沒有啊 我那次 兩個月前 我們都看過一部電影好看 叫《星之罪》 日本戲來的 都很好看的 是 很喜歡 但是沒辦法了 兩個多小時 又是 你真的找不到戲院 跟你放 好啦 還有很多戲要說的 好啊 好啊 好像很多 不如這節給我講 跟你老婆去旅行 好啊 可以 那名字很吸引 跟你老婆去旅行 如果你老婆 當然很不喜歡這個名字 即是大陸沒有 其實那個故事 好像比《悲傷的故事》 都很踩界 以倫理來講 那天男主角 生意失敗 要賣老婆的家 是不是《鳳》 不是 不是《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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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找回名字 那個我很喜歡 《鳳小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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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鳳小鵝》 我變成了《古龍器》 《鳳小鵝》 因為中英混血 不是很熟悉的了 由於《九降風》開始 很出名 《九降風》最好看 女朋友、男朋友 還有一套 說到男主角 他生意失敗 他要賣老婆的家 就是《鳳小鵝》 他的中大學朋友 就是《鳳小鵝》出現了 開了一個條件 很有趣 我給你錢 去解決你的生意困難 但條件就是 你老婆要跟我旅行 《鳳小鵝》 《鳳小鵝》 不道德的交易 如果你以文片來拍 不是搞笑片來拍 你很不可以的 你說到這樣 很奇怪 不道德的交易 但如果你的喜劇處理 就可以了 老婆就生氣 說你竟然肯 答應這個條件 好 我就跟你的朋友去旅行 去加拿大旅行 這次就產生了 男主角就跟蹤他們 這群情侶 去加拿大那裏 一邊暗中去搞破壞 就是阻止他們的感情發生 一方面 原來《鳳小鵝》是有絕症的 有肺癌的第三期 事日無多 他又兼顧 如果他搞破壞 我的朋友就會死 會不會是一個很悲傷 更悲傷的結果 當然不是 這是一個喜劇的處理 我覺得處境OK 我之前就說 我很不喜歡 被悲傷更悲傷的故事 因為其實他是一個 我覺得是台灣業驗心 即是玩那個事情 他不管裡面的情理 主要都是灑狗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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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最後扭招 扭招到最後 原來是 男為了女 女為了男 我不喜歡 但這一次我覺得是寫回友情為主 因為很多時 就fresh back大學時期 那個愛情的友情怎樣建立 好看 好看在呢 因為 鳳小鵝好看 另外陳賢希 陳賢希你記得 陳賢希就覺得很不錯 記得嗎?就是那些年 原來已經距離很久 今年已經37歲了 11年 亦都生過了 他當時已經年紀大了 那些年那時已經 那些年就是26歲扮中學生 今年今次就是37歲扮大學生 依然仙氣十足 過到關就行了 除了胆脆了一點之外 還可以的 其實我看《悲傷》的故事 我是先看韓國版的 我看韓國版是好看的 亦都交代得很好 我看完台灣版 我不知道會這麼修理 我看的時候 我看的時候 我想頭一兩天就看了 我想我們在節目對面都說過 我不喜歡 我說過 我不喜歡的 為什麼? 我覺得它是不夠短的 我覺得它是不夠長的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和你搶女兒 我以前說過 如果聽過的話 就可以跳了 不要跳 不要跳 聽完 我和你搶女兒 但經常都是我和你聊天 我和你搶女兒 我想殺了你 我推你兩刀 我和你聊天 有什麼好聊天 我和你搶女兒 然後 之後 我就問過人 為什麼牆口會這麼古怪的 原來我後來問到 女兒原來是拍拍一下 不拍 不拍 那你不夠短的 那就唯有我和你聊 那它就是完成超知任務 因為 為什麼? 因為 我看韓國版明明不是這樣的 我和女兒聊 大家去追女生 怎麼會我和你聊 你也要給我一條女兒 不要說太多 不要說了 很慘的 你給我一條女兒 開個價錢 多少 他沒有講價 好吧 你給我一條女兒 在那個死人天台上 在那裡說 那條女兒有什麼好 我當然知道她好 我覺得 有些人不夠 有些人說 硬著陸到這樣的 原來我知道 是拍拍一下 那條女兒不知道有什麼事 總之就 走了 走了 然後連推銷都不出來推銷 那就翻臉了 但是香港收2500萬 記得嗎 就是這樣 奇蹟 所以 觸共到神經 就是匪夷所知 就是神經 真的神經 在這套 如果是喜劇方法包裝 就是 條條跟比比相差不多 但它是OK的 因為 這兩個演員 當你喜劇處理之下 成舊事就會純了很多 純了很多 你好多瑕疵 你會擔心它 你不會覺得 還有Casting也很重要 Casting也很重要 Casting也很重要 鳳鳳小樂已經是OK的 最重要是陳妍希 陳妍希 叫做男女通殺 當女觀眾很不喜歡這個女主角的時候 不是啊 她很有仙氣 OK的 很有鄰家女孩 所以已經生了 是沒有辦法 因為Casting 你不要經常說人家生了 生了也可以很漂亮 大哥 然後林家少傅 你叫我林家欣 扮演大學生 現在可以嗎 你繼續說 你講這些 你說不行 林家欣又大過她 你經常想起男人40 那個林家欣 大哥 那個已經很大了 你還是想起陳妍希 做那些年 依然會 這樣也會 不要緊 我們不講這些壞事 我覺得這套是 壞事 生過不是壞事 這個導演 令眼雙腔 我覺得 今次這個洗底之狀 洗底之狀 我說不行 很多人都覺得比悲傷是好看的 始終是一個成功的 很多人覺得是經典來的 因為你拍這套之後 世代經典 很多國內 現在新世代是看東西的方式 叫收兵片 一輪春信 全部都拍 女生是無害的 全部都是兩個男生追她 無條件地付出 很多這些片出來 現在導演就不拍了 拍另一套 講友情 我覺得這套是可以的 好 我們只講了三部 還有好幾部 第二節跟大家講 剛剛開之前 先講幾部 說我一個人講了五十幾分鐘 我們這段都講了五十幾分鐘 真是糟糕 每個人都說是你 一個人講了五十幾分鐘 我們下一次再跟大家見面 你真是